各位观众朋友 我现在手上这颗圆圆的 你看起来像是一般的石头吗 但其实它可是叫做浮石 而且是日本小丽园诸岛 海底火山爆发之后 所产生的浮石 为什么它会飘洋过海 来到台湾呢 我们先看报道 马上为您解密 绿岛岸边海面上 飘着一片黄灰色的物体 打捞起来 原来是大批布满气孔的 小石粒叫做浮石 火山浮石是指火山喷发后 岩浆冷却形成的一种矿物质 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其质地软比重小 能浮于水面 这是为什么海面上 会突然出现大量的浮石 原来是日本小丽园群岛的 海底火山浮德钢之场 八月中大喷发 导致太平洋中有大批浮石 被洋流与季风 慢慢带到了日本和台湾海岸 日本冲绳首当其冲 海岸边出现绵延30公里的石头海 不仅影响民众细水 还有可能损害船只 冲绳交通命脉 来往各岛间的渡轮一度停驶 浮石飘入渔港 让靠海为生的渔民 无法出海捕鱼生计大受影响 石原岛养殖场也发现了宽三公尺 长约40公尺的浮石袋 让养殖业者忧心忡忡 浮石困扰的不只是人类 其他生物同样受到冲击 颜色美丽的河上蟹 在浮石带中移动变得困难 水下的生物也不能幸免遗难 有摄影师观察到 鬼浮轰排出的粪便 混有小颗粒浮石 推测是捕食浮游生物时 也将浮石吞入腹中 另外这些小鱼同样误将 鬼浮轰排出的浮石 当成食物吃下肚 甚至有可怜的小海归因此丧命 冲绳海滩发现这只 虚弱的小绿犀龟 死后研究人员在它的肠胃里 发现上百颗浮石为例 石头海危害巨大 当局出动挖土机清理 民众也自力救济 有YouTuber就号召 四百人志愿到港口 协助清除浮石 日本中央政府也很重视 环境赴大臣亲自来到冲绳视察 了解损害程度 火山浮石重创冲绳游业 破坏自然观光 日本政府也允许追加预算 协助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好 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有看到 很多的日本民众自动自发的 去清理浮石 其实在台湾这样的景象也看得到 我们继续来看这段影片 这是东北角的鼻头港 所拍到的画面 那么有一群人在港边顶着风 用网子把水中的浮石捞上岸 那么岸上也有人把浮石 直接装入袋中 林博士 听说你的同事就捞了一大堆 是 在北台湾蛮多地方都可以捞得到 但是马老师更厉害了 到屏东也捞到 恒川半岛 我前一阵子去的时候 也看到非常多的浮石 然后听说你远看的时候以为是 以为是脏脏的泡沫 近看才发现 真的赶上新闻事件 但是所谓的浮石 顾名思义就是会浮起来 真的吗 我们来做个实验 大家可以看这个 丢到水里它就飘在 真的是飘起来了 但为什么海底火山喷出来的石头 会像这样子浮在水面呢 是 主要它的密度就很轻 为什么密度会很轻 石头应该是很重会沉到水里 主要这个火山喷出来的里面 有很多的气体跟液体的物质 在喷发到空中或海水的时候 瞬间就跑离那个石头本身 所以其实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孔洞 就像海绵那样 很多很多的洞 那当然平均的密度就变得很轻 所以它就会浮在海面上 就会浮起来了 但是听说浮石它有一些危害 对不对 会危害到船只 危害到生态 而且听说核电厂最怕浮石 是 刚刚您看那个 那个鼻头角那个港口 你看那个整面的港口都是浮石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就是很多 河南厂它就是 人就是用水来冷却的 那它也都是你用海水 如果进水口的大量的浮石 但是万一堵住的话 那其实会造成 很能藏的一些麻烦 这是值得去注意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来请教一下马老师 听说在澳洲的大宝礁的话 瀕临死亡的这些珊瑚群 却因为浮石而起死回生吗 这又是什么样的故事 就如同林老师刚刚提到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孔隙 这些孔隙其实就提供了很多 包括微生物或是这种海底 这个细微肉眼看不到生物 可以附着的地方 漂到大宝礁的时候 反而能够促成这个地方 生物多样性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浮石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有的时候 也会发生不同的用途 对 其实大自然 真的非常的奥妙 就是我们都说上帝造人 祂是各有用途的 造万物也是如此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带给我们这么珍贵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知识 同时真的我们也觉得 大屯山还有龟山岛 要好好的监控监听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 就是日本的富士山 因为富士山最近好像有 很多的日本媒体一直在说 它是准爆发状态 有这样的状况吗 也许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 再好好来聊 同时刚刚也跟马老师聊到了 有火山还有冰河 只是大自然真的很多 值得我们深深来探讨的地方 我们下次见了 谢谢收看 拜拜